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玛 今天这个视频想跟大家聊一下火焰文章 因为上个月发售的这款火焰文章 Engage是我2023年第一款 稍微沉迷了以下的单机游戏 我大概玩了80多个小时 虽然现在已经不玩了 但是当时玩的时候 其实泛起了很多童年回忆 所以今天想分享一下 个人的一些感受 在聊火焰文章之前 我觉得得先聊一下 战骑类SRPG这种游戏类型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走格子走持盘 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游戏模式之一 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战骑类最大的优势在于 它登场的单位多 普通的回合制RPG 一般都是四人经典配置 你像《仙剑奇亚传》 《勇者斗乐龙》 《最终幻想》 大部分都是四人登场的 阴阳师这种 一个阴阳师加五个士神的六人登场 已经属于单位相当之多了 再多就无法维持回合制RPG 这样的玩法了 但战骑类因为有大地图的存在 地图上可以摆很多单位 一场战斗 上场十几个单位是非常普遍的 上场的单位多了 就意味着你实际可以用到的单位多了 你实际需要养成的单位也就多了 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进行打装备 练智能 刷经验之类的养成型操作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战骑类是最能让我感受到 角色养成的乐趣的一种玩法 另外相比传统的回合制RPG 战骑类还多了 移动范围 攻击距离 地形要素等走位方面的考量 所以让人感觉上 好像会有更多的战略性要素 但战骑也有明显的缺点 在一张地图上进行沙盘模拟这样的表现方式 看起来实在是有些木讷 远没有今天的原神那样 直接控制一个角色来的直观 所以以今天的审美来看 战骑多多少少是一个 有点怀旧色彩的复古玩法 今天还在流行的战骑游神 基本上都是老IP 这些老IP中 我个人觉得火焰文章 应该是目前做的最优秀的 而它的竞争对手 像超级支撑大战 魔戒战志 虽然还在更新 但我觉得基本上是在摆烂 已经没有什么创新了 只有火焰文章 还能不断地带给我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火焰文章系列更新到今天 已经有30多年了 大部分作品都是彼此独立的 但是它的故事风格 往往会有一些相似之处 大部分作品的主角都是贵族出身 他是贵族的子嗣 但是遭遇一些变故 自己的国家毁灭了 他开始了流亡生活 在流亡过程中 召集队友重振持股 最后绝地反之 基本上都是这样 王子复仇式的模板 坦白讲 火焰文章的故事 其实都挺套路的 但是它的编剧 使唤在故事中 加入一些非常直端的戏剧冲突 我举个例子 最典型的应该就是 当年的圣战之士谱的主角 施格尔特 他的经历真的非常靠背 他是公爵的儿子 一次他去帮助隔壁公国 平定叛乱 回来之后就发现 自己的国家被人瘾了 他爹死了 他妹妹死了 他妹夫死了 他发小死了 他老婆还被反派掳走了 这本上是一个 国魄家王的进展 这还不算最惨呢 更惨的是到游戏最后 你会发现 你老婆被人死脑 变成了反派的老婆 成为了你的敌人 这故事是不是有点要素过多 死权加加NTR 反正就是怎么震惊怎么来 当然并不是每一代的故事 都像施格尔特这么惨 但其中很多套路 其实是这个系列 平凡会被使用到的 杀父仇 亡国恨 死脑 失忆 神秘角色的身份转变 这些元素 基本上每一代 多多少少都能看到一些 这些元素 使得火焰文章的剧情 普遍比较沉重 到了最新的Switch时代 火焰系列推出过两款作品 分别是2019年的风花雪月 和今年的Engage 在今天 如果你想玩一下火焰的话 基本上也只有这两款可以选了 在之前的硬件 就比较难搞了 Switch时代的火焰文章 做出了一个重大革新 就是加入了大量的恋爱养成要素 你可以和角色进行吃饭 聊天 送礼物 刷好感度 然后你们的对话 就会变得越来越暧昧 最后完全就变成潦骚了 而且你还可以换衣服 换成泳装 戴上各种奇怪的配饰 进行奇怪的play 原本的硬核战争史诗 现在变得有些吃汉像吃女像了 我原本是不太能接受的 不是说我不能接受恋爱养成游士 而是说我对火焰这个IP的期待 不在于恋爱养成 它的故事氛围 你想一下 你的国家毁灭了 你的家人被杀了 你的同伴失身了 然后你穿着性感内衣 在同时和几十个不同的人进行摇骚 这合适吗 不太合适对不对 所以我一开始是非常排斥的 我对火焰的印象 应该是 淡使龙城飞降在 不叫狐马杜鹰山 但现在你给我看的是 云并花颜金布窑 芙蓉杖卵杜春霄 我会想 这是不是放错蝶片了 这不是我小时候玩的火焰 但是经历了 最近的这两代 经历了风花学乐和影根组之后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我现在可以说 我非常喜欢恋爱养成 我觉得泳装的建模非常好看 任天堂做的真棒 最后我想简单对比一下 风花学乐和 实现崩坏的情况 而Engage则正好相反 Engage的战斗养成系统 可能是历代火焰文章中最优秀的 但是它的剧情非常烂 它的剧情烂得一塌糊涂 这两座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 可能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 史号偏向于持终一款 这取决于 你更看重一款单自由式的 故事脚本 还是更看重于它的游戏知智 可能每个人的选择都会不太一样 另外我还要提一个 购买上的建议 如果你是玩卡带的 这个无所谓 像我一般都会收藏卡带 但如果你是玩下载版的 请一定要记住 火焰文章是任天堂的亲儿子 是可以用认亏券的 千万不要原价购买 那样就亏大了 另外还有点就是 风花学乐和Engage都是有DLC的 说白了就是有额外消费的 但是风花学乐的DLC 真的就是番外内容 它跟主线剧情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完全可买可不买 但相比之下 Engage的吃相就比较难看了 Engage的DLC 基本上就是把原作本该有的内容 拆出一部分 强行变成DLC 另外骗你一波钱 我觉得基本上是非买不可 不然会值大地影响你的游戏体验 说实话吃相是有点难看 但如果你要玩Engage的话 请把DLC的预算也算进去 这样算的话这款游戏是非常贵的 要五六百块钱 那以上就是今天瞎聊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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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